首要媒体集团旗下第三电视台 资深英语新闻主播Raymond Go 上个月30号因为中风送院治疗 在和病魔搏斗14天后 今早10点43分宣告不治 降年62岁 Raymond Go以播报第三电视台英语新闻闻名 是本集团第一批新闻主播 他在新闻播报行业拥有超过30年经验 也开办主持人训练班 他在8月30号因为中风 被送进雪兰儿巴达林在野阿松大医院 情况危急还一度误传死讯 他的妻子法利达正今天下午发文告表示 信奉伊斯兰教的Raymond Go 将遵循伊斯兰的藏旅习俗 将在敦伊斯迈花园的清真寺祈祷后 在武吉加拉穆斯林墓园入土为安 国家元首康利首相杜斯里安华 通讯级数码部长法米 和他生前任职的第三电视台 纷纷在社媒发文致哀 愿试着安息家属节哀 有人我们原来看的 作用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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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速挨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